我們知道酸鹼中有一個基本概念就是 酸加鹼 所以一定會產生水 還有鹽分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反應食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把氫跟什麼的OH把它湊一對 所以像這個來說呢 HCl是酸的對不對 那這個OH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H跟OH就會變成什麼? 水 一定會有水 那剩下的東西湊在一起就叫什麼呢? 鹽 所以這邊是NACL對不對 就是氯化鈉 NACL 所以第一個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要怎麼做呢? 第二個要怎麼平衡? 一樣的你看喔 一定會有水嘛 所以水先寫出來 那剩下的氧離子是什麼呢? 鈣跟什麼? 綠對不對? 那鈣跟鈣要怎麼樣形成化合物 叫做什麼鈣? 綠化鈣 綠化鈣要怎麼寫? CA CL 因為CA是二正嘛對不對? CL是一個負 所以要兩個才會電中性對不對? 我還沒聽我知道 我們說 先把氏寫出來 我們先把反應物寫出來 然後再來平坑 對不對? 這邊兩個綠 所以只能 這邊要幾個綠 兩個 好 那 平衡了嗎? 還沒 還沒 還有什麼? 欸這裡平衡啊 鈣也有啦 氫跟氧要變成幾個水 氧跟氧嘛對不對? 兩個氫 再加兩個 四個氫 所以是兩個水 所以是2比1比2比1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就是 綠化 那個 鹽酸跟那個氫氧化鈣 就是鹽酸加入石灰水 我就會變成這個東西 好 第三個很簡單的 第三個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訴我 是什麼? 鹽酸加上氫氧化加 H2O加上什麼呢? KCL 跟第一個很像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第四個呢 鹽酸加上氫氧化氨對不對? 氫氧化氨 就是尿裡面那個氨水 鹽酸跟氨水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會產生什麼? 也是一樣有水對不對? H跟這個H會在一起 那剩下就是什麼? 什麼氨? 綠化氨 所以我這個綠化氨是怎麼寫的? 是這樣寫的 綠化氨 它是什麼? 什麼複的? 金字糖 因為它是非子 所以是有金字糖的 綠化氨 好 再來這個是硫酸加上氫氧化鈣 這個會產生 這個水會有兩個對不對? 因為兩個H跟兩個OH 就是2H2O 那剩下就是鈣跟什麼? 瘤酸鈣 那注意喔 這個瘤酸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個是一個白色層面 這瘤酸鈣是 就是我們吃的豆花的成分 就是 豆花、豆腐都會有瘤酸鈣 瘤酸鈣是可以吃的 就是那種類型的東西 還有那個石膏 這東西你可以先記一下 這個叫石膏 就是那個手斷料會有石膏 或是吃豆花的石膏 豆花石膏多大 食用的石膏 鹽乳對不對? 乳水 乳水就是這個東西 什麼叫乳水 就是很多蓋子 很多礦物質 因為我們知道有硬水跟軟水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知道那個豆花如果加鹽巴會發生什麼事情 豆漿加鹽巴 會結塊對不對? 對 就是類似那種類型 好 再來什麼呢? 硫酸加上 氫氧化鈣 那就是什麼呢? 水加上什麼? 硫酸鈣 對不對? 那這個是 NA2SO4 所以要有 兩個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這個的話就變成這樣 這樣子 來 最後一個會不會 連行一下 第七跟第八 就把行程 好 最後兩個讓人連行一下 先來看會變成什麼 好 這個 OK嗎? 這個 告訴我產生什麼 水 跟什麼 蛤? 這個東西 鹽叫什麼名字 硫酸 硫酸加什麼 硫酸崖要什麼寫 Ferrari W F 那 split aggio 硫酸加上 氫氧化鈣 會變什麼呢? 這個比較特別的一點 你們知道怎麼寫的 這個是水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呢 它的鹽叫什麼名字 硫酸胺對不對 硫酸胺叫什麼寫的 NH4 括號 因為它是正義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2 括號2 SOS很好 所以之前的 我基礎有打好就可以知道 這其實沒有很複雜 就把它 把正離子跟負離子湊起來 這邊可以不同嗎 因為NH4是正義嘛 對不對 我有背過它正義加的 硫酸是2負的 所以正義要配兩個 兩個正義要配一個2負的 可以嗎 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我們的 那 最後就是水燥的時候平衡 只是兩個水 好 這樣可以嗎 那底下那個回家練習的部分 就讓你們自己練習囉 好 好 謝謝 厲害 好 好 謝謝